林墨宇猜测对方应该是兵解失败 海谷虽然完整保留下来了 但是并没能真正完成兵解后的复活 兵解失败后 海谷四分五裂散落各处 既然已经想明白了尸骨的由来 林墨宇也便知道了这次任务如何触发 并且还猜到了此次任务 如果没猜错 这次的任务应该是帮他找回兵解的海谷 触发的方法也很简单 他用双手拿起断臂海谷 并且把印章拿了出来触碰断臂海谷 印章顿时绽放光芒 断臂海谷也随之微微发光 一股信息从断臂之中传了过来 在万里区域内寻找其余海谷 将兵解失败的将士恢复完整尸身 令其从岁月中暂时复活 完成后可获得奖励 死去的将士已经等待太久 请尽快找到其余海谷 任务显露出来 这次不用战斗 只需要寻找东西 可林墨宇知道 这才是最难的 比打打杀杀难多了 万里区域无穷岁月 即使是古战场 受到本源大陆地形变化 影响极小 但也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之前他将印章里的地图 与自己探索得到的地图进行对比 就发现了这一点 万里区域不算大也不算小 曾747斤 是什么样的林墨宇不知道 但现在万里区域内 已是古灵密布 并且很有可能 尸身就在古树的树身之内 尸体与古树融为一体 就算它的灵觉再敏锐 也难以找到 要寻找的话 只能将古树全部腐蚀掉 腐蚀过程中 还要控制好力量 不能伤到海谷 这也就意味着 它不能让亡灵军团去做这事 毕竟在细微层面 亡灵军团还有所欠缺 万一伤到海谷 这个任务铁定失败 任务里写得很明白 请保证海谷完整 如此一来 效率就大幅度减弱 浪费太多时间 若是苏丰泽这样的人来做 可以花一次进入古战场的机会 去做一次任务 接着再等千年 再次进来 做别的任务 林墨宇可不想这么做 千年太长 他等不起 任务中也有明确提醒 死去的将士 已经等待太久 要他尽快完成 也就是说 只要他完成得足够快 就能获得额外奖励 可是 万里区域 无数古术 还要小心翼翼 如何能完成得足够快 这个任务 不是完不成 而是无法快速完成 林墨宇思索着任务信息 任务信息不复杂 很简单 忽然间 他抓到任务信息的一个问题 让兵解后的将士复活是 这个任务最重要目的 而恢复完整骸骨 只是过程 若是不能恢复完整骸骨 自然不可能 从兵解中复活 岁月已经过去无数年 兵解失败 也过去了无数年 想要真正复活 绝不可能 任务里也只是说 暂时复活 思索之后 林墨宇知道了 这个任务的重点 这个任务 最终就是要让死去的将士 重新复活 这才是任务 真正目的 若是自己有办法 不依靠骸骨 就能让他复活 如果我的想法可行 那任务 就彻底超额完成 肯定能获得 大幅度奖励 若是我的想法 不可行 最多也就是这个任务失败 任务失败 没有奖励 但也不会有惩罚 既然如此 那就赌一把 对于没有惩罚的任务 就相当于 不会输的赌局 傻子才不赌 林墨宇挥手 将尸骨扶至半空 一团不死火焰飞出 落在尸骨上 本原集竖法 王者复生 曾经吃过亏 不死火焰不能落地 否则会有麻烦 就算这次 林墨宇也是做足了准备 一有不对 就立即收手 幸好 这次没有让林墨宇失望 王者复生 顺利发挥了作用 这节不知道 死去多少年的骸骨 在某种神奇的力量下 开始重新生长 只不过 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重生的速度 有些缓慢 一直到林墨宇 如今这个境界 依旧是无法看懂 王者复生 所蕴含的是 哪种力量 就如同他看不懂 尸体爆裂一样 自己的几个术法 都太过奇特 看着海骨慢慢重生 长出了其他部位的骨骼 先是上半身 接着下半身 也开始重生 接着是另外一条手臂 随后才是脑袋 这具尸体骨骼很大 足有四个多米高 看骨头架子 确实和人族 有着一些区别 似乎带有一些妖族的特征 光看骨头 看不出具体是哪个妖族 而且 史前时代的妖族 和现在的妖族 也不会一样 片刻之后 头骨也完成了重生 此时 整个骨头架子 已经完整 通过骨头架子 可以看出来 对方的眼睛 和嘴巴都很大 而且长着一个尖尖的鼻子 随着骨骼重生完毕 血肉也开始重生 在血肉重生的同时 灵魂波动 随之出现 林墨宇看着这一幕 心中暗道 或许 可以从他的口中 得到一些史前时代的信息 只要王者复生完成 对方就是自己的复生者 自己想问什么 对方就会回答什么 到时候 必然能得到大量信息 灵魂的波动 越来越强烈 血肉重生的速度 似乎也正在加快 眼看着 这位史前的强者 就要完成复生 重灵世间 忽然间 一道霞光 从天落 正在复生的史前强者 在霞光之中 化作无数光点 消散无形 速度之快 等林墨宇反应过来时 对方的一切 都已消失不见 果然 是规则不允许吗 看来 真的不能投机取巧 史前强者 在霞光中烟消云散 林墨宇苦笑一声 这次任务算是失败了 王者复生 并没能真正完成 还是差了一点 应该不符合任务要求 正当林墨宇 感到失望之时 忽然霞光如瞬一般 落到了他身上 印章自动飞出 在霞光中 闪闪发光 缓缓转动着 林墨宇看到 印章上文字 发生了变化 之前的识变成了百 当百字完成成形之时 林墨宇身上 自然浮现出一件铠甲 从石斧掌的铠甲 晋升到了百斧掌的铠甲 铠甲变得更加精美 对力量的增幅 也提升了差不多三成 林墨宇很是意外 竟然完成了任务 刚才以为任务失败了 没想到完成了 并且还是普通完成 是超额完成 仅是一个任务 就从石斧掌 晋升成了百斧掌 苏丰泽之前 可是进一次古战密藏 才能晋升一层军衔 每次都要完成数个任务 自己一个任务就能晋升 说明真的是超额完成 站在霞光中 林墨宇一番思索 终于明白 为何会如此 嘴角微微扬起 我似乎有点明白 古战场的规则了 林墨宇眼中闪动着灵光 对战场的规则越发清晰 在古战密藏中 想晋升军衔 可以说很难 也可以说不难 一次次完成任务 获得奖励 数次任务之后 就可以提升一次军衔 这种方法很慢 却适合大部分人 若是想快速提升军衔 那就要超额完成任务 获得额外奖励 像自己一样 加入神父军后 仅凭一个任务 就直接从士兵 成了十副掌 再一个任务 又从十副掌 成了为百副掌 比起别人 不知道要快多少 但这种方法 只适合自己 无可复制 想要超额完成任务 很难 也会很危险 而一次次顺利去执行任务 相对安全 只是会浪费大量时间 可能一次古战密藏 开启的时间 也只能完成一个或两个任务 如苏丰则基本上是这样 不止他 其他几人也是如此 林墨宇低声自语 密藏里的规则 其实就是选拔优秀者 越是优秀 获得的好处就越多 就如同各族需要顶尖强者 神父军也是如此 他们也在领选最优秀者 对神父军来说 天才很多 只有顶尖的天才 才能脱颖而出 林墨宇目光越来越清明 他已经明白了 密藏规则的含义 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 那奖励就不会少 而且 任务的本质是要求结果 过程其实没那么严谨 刚才他虽然没能成功 让史前强者成为复生者 但灵魂已经产生 血肉也正在重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对方已经复活了 至少是短暂的复活 短暂这个词很神奇 有的时候 哪怕只有一瞬 那也是短暂 所以他获得了奖励 而且因为时间够短 还有超额奖励 密藏的规则设立者 似乎也有着某种限制 并不想让史前的那些事 被别人所知 至少不想被普通人知道 想要知道 只有不断提升军衔 表现出足够的资格 此种情况 和现实何等相似 没有能力者 只能知道极少的信息 霞光收敛 印章缓缓落下 回到林墨宇手中 除了铠甲变强 百夫掌可以召唤一百名神服军 召唤来的神服军境界 依旧和林墨宇相当 只是数量增加十倍 对林墨宇来说 没啥用 一幅更为广阔的地图出现 地图上标着五个光点 代表着五个任务 地图扩大了差不多一倍 又有三个新任务 就算是不超额完成任务 只要完成其中的三个 必然就能把军衔提升至千夫掌 然而普通修炼者 要完成三个任务 一次古战秘藏 肯定是不够的 而我 运气不差的话 只需要一个 气韵大到浮现 林墨宇提升了自己的气韵 随后随意选择了一个任务 骷髅神将早在他完成之前任务时 探索了大片区域 这次的任务点 也在其中 两张地图一对比 林墨宇就清楚地知道了具体位置 远方 苏丰泽忽然转头 朝着林墨宇所在的方位看来 那里是林道友的所在 林道友的运气 比之前更强了 在他的眼中 林墨宇的运气 化作紫龙冲天气 运气化龙 这是运气之极致 但苏丰泽却知道 同样是运气化龙 也有着层次之分 林墨宇的运气 化作了最为高贵的紫色神龙 在天空中盘旋 而且不止一条 足有三条 三条 之前他见到林墨宇的时候 林墨宇的运气 虽然也化作紫色神龙 可只有一条 现在变成了 三条 这说明 林墨宇的运气 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苏丰泽在心惊之余 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没错 他眼中金光闪烁 发动秘术 看向自己的头顶天空 在自己头顶的空中 一朵只有他自己 能看到的云朵漂浮着 在他的眼中 云朵呈白色 无比浓郁 浓郁的白云之中 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在孕育孵化 苏丰泽见到这一幕 不禁面露喜色 这是我的运气化龙 终于要来了 果然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和领导友交好 我的运气受领导友的影响 便强了至少一倍 只要运气化龙 我的血脉就能变得更强 将来我一定能知道尊久敬 成为嫡系子弟 苏丰泽握了握拳头 脸上满是喜色 这一刻 他更加坚定 一定要与林墨宇交好 绝对不能与林墨宇为敌 林墨宇越过数万里 来到印章所标注的任务点 自空中落下 这个任务点 依旧什么都没有 有过之前的经验 想办法去触发任务 任务的触发 有很多种方法 没有固定套路 林墨宇先用亡灵之眼 在四周搜索了一遍 并没有什么发现 接着他一寸寸扫过去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片刻之后 林墨宇收起了目光 方圆百米的每一寸 都被他仔细看过 并没有任何发现 任务触发 无非考验的 就是运气和细心程度 两者我都不缺 若是如此还找不到 那么只有另一种可能 考验的是力量 那么 应该动用力量 念头升起 想到就做 林墨宇行动干脆 全身力量轰然爆发 空中顿时浮现一个巨人 一拳朝着自己所站之处轰落 这是来自大世界 距离天尊的一拳 这一拳 笼罩方圆千米 以林墨宇此刻的力量轰出 攻击力远超距离天尊 若是在大世界里 估计将有数个星系 被这一拳轰碎 此刻是在本源大陆 此拳效果没那么惊人 千米范围接近化作废墟 大地军裂 一道道血色光滑 从地下射出 四周出现了整整四个密藏漩涡 位于东南西北四角 而林墨宇正发了位于中央 在林墨宇所站之处 一柄战刀出现在脚边 战刀没入大地 只有刀柄留在地上 林墨宇扶置心灵 第一时间握住了刀柄 下一刻 全新的任务被触发 护佑此刀 抵挡战兽攻击 直至此刀回归 或是战兽全面 则任务完成 若是任务失败 将受到军规惩罚 这次任务出现了变化 当任务失败时 会受到惩罚 具体什么惩罚没说 但军规惩罚可以想象 无非是降低军衔 同时 林墨宇也想到 这个任务该怎么做 就是以他百夫长的身份 召唤百名神父军 帮助自己战斗 合理利用自己的军官身份 这是最合理的再方法 任务开始 四周的密藏漩涡 突然亮起 一股股庞大力量 从漩涡中冲出 接着 林墨宇听到了野兽怒吼 四只形态各异的战兽 同时从漩涡中走出 这四只战兽 境界都在道尊四季